禁止南京红山森林动员 一只叫肚子的猴子应长向炸裂走红 这炸裂的脸就陷在一群通体黑色长毛的躯体上 像一片土丝面包 有人说路鲁简直就是千语千群中 无缘男的动物版本 那么路鲁到底是哪种猴子的 它是一只雄性白脸丝面猴 世界上一共有16层丝面猴 而白脸丝面猴是丝面猴手中体型最小的成员 没看白脸丝面猴外形炸裂 然而它只是毛发蓬松 白脸丝面猴的体重并长不超过2.5公斤 雄性比雌性重约0.5公斤 白脸丝面猴在外形上表现出雌雄二胎 只有雄性才是贵男 而雌性空体麻灰色 面目自身暗淡的浅灰色 仔细看雌性的长相同样炸裂 有照亮 但也丑了 想要在野外看到白脸丝面猴 你需要去到巴西 龟亚娜 伐鼠龙娜 斯维兰 伟内瑞拉的云中 丑门的白脸丝面猴却特别专起 我便认为白脸丝面猴夫妇会相伴一生 他们中生生活在树上 以家庭为单位 包含一只熊猴 一只刺猴和他们的幼崽 和其他猴子比 白脸丝面猴的零尖飞越能力出类把罪 能在相续神里的树尖飞越 公司当地人也叫他们飞猴 白脸丝面猴的食物 有种子 恶肉 嫩叶 昆虫和花朵的组成 他们也不使行军蚁 蜘蛛和其他节制动物 他们拥有非常尖利的群齿 你咬开中空树木树皮 不是栖息在里面的蝙蝠